他們又要我們害怕這個病毒 但是又說感染這個病毒其實沒事 又不准任何人質問關於那些小孩的事情 那些小孩是如何從這些男男性行為的人那邊得到的 這個就是他們一直以來的議程 性解放或是性愛革命 我們已經被這個污染了60年了 從60年代開始從美國開始的性解放 是一步一步來到現在這樣的地步的 女生穿著內衣上街又怎樣 不要這麼老派好不好 婚前性行為又怎樣 色情片又怎樣 夜店檢視又怎樣 男男性行為又怎樣 墮胎又怎樣 重新定義結婚又怎樣 變性又怎樣 男生在女生的更衣室裡又怎樣 小孩得性病又怎樣 現在把兩歲小孩變性又怎樣 這是下一個新聞 Stonewall這個組織發了推文 上面寫著 研究發現小孩在兩歲的時候就知道他們變性的人格 但是很多托兒所跟學校還是只教導 預先設定好的二元性別 LGBTQ包容以及接納教育對於所有孩子的健康都是必要的 又怎樣 有什麼大不了 呃 這個是有什麼大不了嗎 這個還蠻嚴重的吧 問題是 不只是左派在那邊說 嗯這有什麼大不了 很多腦殘的右派也這麼認為 左派知道這個很嚴重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執著來顛倒事實 腦殘的保守派才是這個事件的真正敵人 就跟撒旦也知道耶穌是誰 撒旦也知道而且認識神 但是他還是不把神當一回事 這就跟為什麼撒旦比無神論還可怕一樣 因為他們知道有神 但是他們還做反對神的事 左派只是一群神經病 但是假右派假基督徒 是一群想要扭曲神的律法的一群人 事實就是每一個人都知道 把兩歲的小孩變性是一個非常錯誤的事情 我們不能妥協 因為這已經是直線下落了 原本我們是慢慢下滑的 從六零年代開始的這個自由戀愛 到同性人權大概花了大概二十年 從同性人權到改變婚姻定義大概花了十年 從扭曲婚姻定義到變性兩歲小孩 大概花了五年的時間 或許吧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教會要站起來 教會要說出事實 基督徒不要只禱告 然後什麼都不做 基督徒要禱告 然後做神要我們做的事情 這個事情就是不可以再妥協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